哈喽姐妹们 今天挑战有迷你厨房做粉丝想吃的 可能说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来看下篇的啊 有想看我做可乐鸡翅的 还有想看我做西红柿鸡蛋的 还有想看我做红包肉的 还有小龙鸭和土豆丝 还有想看我做米饭的 米饭太简单了 还有想看我做火跳墙的 这不太狠了吧 不过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看 等到视频简单购入去 我就跟挑战做火跳墙 这次咱们就先做可乐鸡翅 红包肉和豆丝和米饭 还有小龙虾 先来做可乐鸡翅 鸡翅脱水备用 登登 为了做这个饭更好吃 我还特意设计一下咱们的锅 比之前的锅要大一点 运起来更选手 起锅烧油 滴水煎至两种金黄 加入葱姜酱油 可乐鸡翅可乐鸡翅 可乐是比不可少的 摸过这个鸡翅 温15分钟 收汁 撒上葱花 锅 接下来做红包肉 鸡翅肉切块搓水备用 冷油放冰糖 炒个糖色 再把搓别的五花肉翻炒均匀 加入葱姜 花椒炒出香味 再来点鸡翅 加水 蒜30分钟 收汁 倒点盐 把葱花去锅 下一个土豆丝 土豆芡丝 把电粉洗掉 水锅烧油 蒜蒜爆香 放入土豆丝 辣椒酥 奶油盐 鸡丁 白糖 素 30分钟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下面可以先把米饭煮上 这么多就够吃的了 帮你洗一下 加水 干啥 直接煮就行了 煮开之后不要干太底 一直煮到没有水分就可以了 放一边关系 我们把最后一道小龙虾给做了 这个做麻辣小龙虾 小龙虾处理干净 洗锅烧油 葱姜蒜 花椒 八椒 辣椒 下锅爆香 下小龙虾 生抽薄油 搬烧鲜鱼 加清水 下面再来调个外 闻一下 收汤汁 不要说太干了 最后再两个香菜 副锅 哇 这一个香就这么满了 把蒜盛盛出来 真的好香啊 尖尖 收拾菜做好了 尖尖的菜 不光粉丝喜欢吃 我也很想吃 有三个荤菜 开吃 嗯 这米饭软末香甜 尝一个我最爱的可乐鸡吃 粉丝先吃 好吃 骨骂肉来一个 白鱼皮 再来口饭 骨骂丝 骨骂丝 吃起来吃起来不错 麻辣小龙虾 真香啊 这个味道不错 辣辣的 这个好开胃 这个一直就停不下来 每次过瘾 那我们就吃别的吧 骨骂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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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菜多分下饭 好饱呀 那下期大家海洋汤做什么菜 今天在前面告诉我 通通给大家安排了